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说你那三弟小时候跟你一样武学资质平庸 沈大公子难道就不好奇 你弟弟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天才 给我闭嘴 你决定人下的人生你真的甘心吗 住口 你到底是谁 宝妇曾经去孟天的临请祭奠 你看到了什么 我妹妹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与其问我 不如问问你的弟弟沈振姬吧 大哥 你的心思都在江湖名利之中 这个世界的真相 说了你也无法接受 不说怎知我无法接受 月亮上 有一只眼睛 她成就了九幽 也会毁灭九幽 云蓝 是为九幽牺牲的 哼 苦那么玄虚 如今沈三公子收徒已经完成 是时候给我们一个交代了 我以为诸位不愿离开 是为小儿祝贺 原来大家在等交代 不知大家在等我沈某人什么交代 既然三公子已废 守护万葬剑京的重任 就交给各大派共担吧 万葬剑京是弃剑山庄之物 外人岂可染指 我们是担心 如果再来一次断无血事件 弃剑山庄保不住这武林至宝 诸位的弟子没有被小儿选中 就想用逼宫的办法来获取剑京 真欺悟弃剑山庄无人吗 没错 沈振一已经成了残疾 你们弃剑山庄就不碰拥有万葬剑京 放屁 只想我沈兽还在 没人能打万葬剑京的主意 稍微刺激一下就剑起失控 谁知道他这么说 此剑比我预计中还要裸盾 开刃需花更多的功夫 并非是你的缘 沈振一 我杀了你 我已经会死了 住手 我可不可以训练他就是了 他需要经历真正冰死的实战 恐怕去借旁人之事 你家山庄来的这么多门派的人 随便找几个来比试比试 给这小祖宗蒙蒙箭开开认不就行了 你先冲着这事 便是我恢复功力 战阅之事 做什么呀 别弄错了 做什么 这绝对有错吧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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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火罗 以后你就跟着三公子 好好休息 这改变不了 你依旧是列阳府的人 我选真一不受废物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因为你能帮我 你来 不出所料 你的剑框非常糟糕 三个月 我一定要把允星剑摸出来 将这魔头压入地牢 多谢禅师出手 哎呀 一招便化解了魔功体用不二 真不愧是烂科寺掌门人 消灭魔宗 替天行道 不足言谢 不过 我倒是想起一件要紧之事 众所周知 万葬剑经乃久悠最强绝学 如今沈三公子功力大不如前 不错 若不是禅师仗义出手 光凭弃剑山庄 如何能抵御今日的灾祸 魔宗下次再来 可就不会只是一个 为师报仇的段无邪了 请问沈庄主 江湖中流传万葬剑经 还有下半册 就藏在弃剑山庄祖师灵寝之中 可是真的 是 但祖师设下了考核 通过方可获取 三百年来 暂无人通过考核 魔宗人残暴无度 不择手段 若想夺走这天下独一份的剑经 可不会管那是谁的祖坟 这关系到天下人的安危 沈庄主不妨把剑经 交与烂科寺保管 我们上清宫自然也会帮忙守卫 你们 此事等朕一收徒后才一 还在争夺 却不知命运根本不在你们自己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